其實原來有些國家是反這個情人節的 你猜不猜到有哪幾個國家呢? 如果你情人節這麼西方的基本上都是那些中東反對的 這個理由是,因為情人節有可能會引發婚前性行為的邪惡活動 沒有的,因為始終是他們宗教的影響 你說中東的地方,可能他們都是Muslim比較多,或者伊斯蘭教 他們的信仰,或者他們的文化都有影響 除了2月14日這個西方情人節,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元宵佳節呢? 即是相傳的牛郎積旅是吧? 是的,其實這個元宵佳節就叫做元宵節 起源於中國,傳統上,因為其實它沒有很特別告訴你多少月多少號 其實它有說過,其實在農曆新年的最後一天,是正月15日 根據網上資料呢 就在古代的時候呢,大戶人家的小姐呢 他們不可以,就好像我們現在這樣說 我們出去玩,不可以隨便出門頭的 他們通常呢,都是在元宵節前後三天呢 他們才可以約一些朋友出去 或者是要一些小姐跟著他們出去啦 最主要都是去看一下花燈呀 即是猜一下燈迷呀,那些啦 即你會看到自己喜歡的姑娘 那它呢,就會請人上門去提親的 那這個我也是不明白 如果現在說元宵節呢 通常都是不及這個情人節 即是西方情人節受歡迎,或者是重視啦 嗯 即是很明顯我們都不太清楚他們背後 原來元宵節是中國的情人節啦 那說了這麼多網上資料啦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我們自己親身經歷啦 即是你第一次過的情人節 有什麼經歷呢 即是可能是不開心的經歷呀 或者可能是很欺負的經歷呀 是的,所以其實我覺得講到尾就是 有沒有心思啦 即是他在心中做一件事 哪怕是很小事,其實我覺得都 感動或者我會喜歡啦 即是只要強化了心思 或者時間 而不是可能給你一百元 哎,你自己選一份聖誕禮物啦 那即是現在一百元都沒有嗎 即是可能講到這裡 姑且密論大家覺得 我跟Ms.Alee的所謂愛情觀有什麼分別啦 那即是臨近情人節啦 不如大家都留言一下 分享一下你們有什麼要放閃的經歷 感動一下,看看會不會令到 Semi,我可以為人感性一點 如果大家想繼續聽下去的觸版本 就記得要訂閱、按讚和分享 我的MeWe Group 波士頓港女Ms.Alee 還有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影片的啦 新一集Podcast會在東岸時間 逢星期二早上九點鐘在 Anchor、Spotify、Apple Podcast 以及Youtube準時上架 記得要留意啦